挑战加州的大麻合法化 威胁华人社区 而且引发巨大的争议 东森热门节目《讲亮话》 本周特别找来加州刑事律师邓宏 来教观众认识四种毒品 并且反对毒品除罪化 欢迎观众锁定 邀请到加州刑事律师邓宏 来讲解南加州居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毒品除罪化 专业分析刑法条文外 更确观众一定要远离毒品伤害 所以每个月大概花两千块钱 小孩子用信用卡去买毒品 后来的话他来了 邓律师再帮我一个忙 他说做什么事情 他说我儿子走掉了死掉了 只是我现在信他喜了 而为了帮助房东与房客 避免权益受损 还有王松峰律师专业分析 如何维持各自的法律权益 房东他在法律上面 要把这个你的押金给扣留起来的话 他必须在你离开 停止出租的时候 21天以内 必须要让你知道说 他为什么要把你这些给扣起来 所以房东他是有权利给你扣 但他要扣起来 他必须要跟你讲为什么会扣 所以这是房东需要做到的事情 财富人生单元财税法宝专家 游信宴律师兼会计师 将详解无信托方式的财富传承 有关外国人的赠予钱 有哪些规定 更多完成内容 欢迎锁定本周末的奖量化 东森新闻彭丽朱光宇 在洛杉矶的三条报道